男子骑机车来到巷弄 下车后到处寻找目标 沿街对住家敲门或按门铃 开口就是借钱 嫌犯锁定像这样子人比较稀少的巷弄 随机乱按门铃 谎称自己就住在附近 跟被害人说自己的家里门锁坏了 需要换锁到处骗钱 新北市树林这处巷弄 20号下午一点多发生诈骗案 30多岁陈姓嫌犯 自称是对面邻居的小孩 谎称家里门锁坏了 需要请锁匠换锁 但钱拿了人再也没回来 被害人觉得有意 按照对方留下的地址上门询问 邻居说自己的儿子在国外 怀疑住户遇到诈骗 要他赶快报警 他一直讲我在讲什么 我根本不想听 没有出来 我就只有这样跟他讲一下 有些人走来走去 我就会问他说 请问你你是找哪一位 你要找谁啊什么名字 你说我帮人比较快 大白天行骗因为知道这段时间 年轻人外出工作 家里多半是年长者 加上邻居间未必认识 嫌犯装首留下地址 降低被害人戒心 成功骗到钱 但两个小时后就被警方逮捕 他公称自己正在找工作 缺钱花用才会用骗的 滥用别人的爱心 谎言最后被拆穿 还吃上诈欺行责 TVC的新闻成人简余琪 新北市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时